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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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股金刚树衣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左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 出三次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咱们参巴拉 参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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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巴巴 参巴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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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祈祷 心里面像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身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然后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敲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顾 им为例如不你 我想和我学了 ouch花围 obsess的故事 为例如今的人文想法 你的浪花围 我想和你学习艺人 额读我 我想和你越来越多 我想和你学习 Christ 让他学习乎 寻以为灑 宝花围 自台主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生意地的功德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承拔资历和踏历 第二 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本颂当中这样说的 唯独欲苦众 菩萨泥潭居 智悲诸轮回 自己无恐过 有些人可能这样有怀疑 证悟空性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你这样证悟了以后 一切都变成空了 利息论了 那么对自己和他人 有什么样的利益呢 就像是声闻入面一样 会不会注意在激烈的状态当中 就是这样的怀疑 那么我们呢 就是这个作者就回答说 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呢 就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对自己 对他人 对天下无边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呢 有无穷无尽的这种利益 因为呢 就是为了就是度化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苦难的这些众生呢 就是他们被无明与耻所遮蔽的 这样的痛苦众生的话呢 其实真正是发了大乘菩提心 然后通过精进的修持 然后证悟空性 这样的这种大菩萨 或者这样的修行人 他们证悟空性以后 具足两种功德 第一个是不坛 第一个不坛 比如说 我们这个凡夫人 世间的凡夫素子 就是对世间是特别的贪执 不管是色分香味 无语露情 什么都是贪执的 而他们呢 因为看得破 一切都争得了空性 在这种情况下 绝对不会贪执的 就是不会贪执的 然后呢 同时也不会 或者这样解释也可以 比如说神闻缘局那样 就是不会贪执这个净烈的这种果位 然后呢 像我们世间一样 对轮回恐怖 这样也没有 或者是对空性法 有恐惧之感 这样也是没有的 意思就是说 对痛苦没有恐惧之感 对整个轮回的安乐 没有贪爱 那么这种菩萨 他依靠大智慧和 依靠大德心 虽然在从显现上 住于轮回当中 就住于我们三界轮回当中 以各种形象来利益众生的 但是呢 绝对不会堕入两边 就像神闻一样的 寂灭的边也不会堕入的 如果堕入的话 那利益众生的相续已经断了 也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 一直是成立在轮回当中 这样的这种有边也没有 如果有的话 他也始终是在轮回的深渊里面 不能获得解脱的 所以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菩萨 日日夜夜的利益众生 其实就是正无空性的一种结果 这种会有点 信息阅 自己发现 对的那些菩萨传细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在述反中 其实就要是在述反中 这种会有时候 这种会有点 敞行的 在社会上 他们也不断了 那种会有点 没关系 对的那种会有点 敞行的 其实是在家里面 店航三语的 我听说 这种会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店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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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家里面 今日 店船上 我们会有点子 在家里面 店船上 我跟家里面 店船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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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证悟空性的话 要么像声闻一样堕入净灭 或者他在轮回的火坑当中非常的害怕 我们世间的一些凡夫素子 让你度化众生恐怕特别害怕 世间的一些反抗 邪见或者一些侮辱 污蔑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面对了 但是作为菩萨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华严经》里面所说的 油漏莲莲莲不住水 夜漏热莲不住空 莲莲虽然在利康当中 利水当中 但是玉利不染的 就是沉洁无垢的 热莲在虚空当中自由自在的 沙土的运行 而没有探处任何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些论师 就这样认为的 如果热月也是 住在一处的话 恐怕是对当地的人们 生起苦热之感 厌烦自信 但是不断地在运行 这样以后 不会让我们生起厌烦之信 这样都是没有的 因此《华严经》里面还说 不利于世间 也不住世间 心事无障碍 如风又虚空 这种菩萨 他根本不会离开世间的 也不会耽著世间 他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障碍的 就像我们空中的风 怎么样吹在虚空当中 它根本不会有任何的 自由自在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真正发了大乘菩提心 同时对空性有所证悟 这样的菩萨 它可以乃至轮回 唯空之间 一直住在我们的世间当中 就像地藏菩萨的发愿一样 地狱不共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的这种精神 始终都是住在 我们的娑婆世界 或者现在我们的世间当中 那这样是不是他有这种痛苦 或者说他自己有烦恼 会不会这样呢 就绝对也是不会的 因为原因 在生意当中来讲 一切诸法真的远离四边八夕 已经得到了这种境界 然后从世受当中来讲 一切的万法就幻化八语 如梦如幻 如遥远水一样 真的这样的境界 在这种境界的菩萨面前 甚至如于轮回当中 或者如于地狱当中 就像观花园一样的 没有痛苦 反而获得自在 快乐 弥勒菩萨也是说了 说是 观花如之幻 观生如如愿 若成若不成 何苦皆无补 应该有这么一个 以前我们也用过这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证悟一切万法如幻化那样的圣者 其实在我们轮回的 恐怖境界 屠生或者转生的这些轮回当中 但是它看着花园一样的 在世间当中所有的胜利 失败 或者一切形成 衰败等等 所有的这些景象 绝对不会有苦劳 索败 不会有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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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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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心能对之烦恼说之掌 欲受臣服之恶何不修空心 那么下面讲 这个空心不仅是我们利益众生和自己在轮回当中 就是无有痛苦等方面有非常大的利益 而且所谓的空心它能制止 我们臣服道路当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烦恼障和缩制障碍 这两大障碍依靠空心完全对质的 如果没有空心慧的话 那其他任何一种修行也是不能断除的 就像我们的黑暗通过日光可以遣除的 除此之外是无法遣除一样的 因此烦恼障和所持掌一定要依靠空心的智慧来断除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很多人都想朝礼三界轮回 离开火坑的痛苦 那么一定要想得到圆满无上正等觉 功德取权的佛果 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我们每一个大乘行者的究竟愿望和究竟发愿 那么这样的话 你要想很快解脱的话 你一定要不要考虑什么其他的 也不用想其他的 你一定要斤斤业业的 应该修持空心法门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持空心 那其他的途径来想获得佛果 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两大障碍有关大乘的经论当中 也有现说的 还有关系的东西 而是担心的 就像是一次性格've 同一样的 也有刚才信息的您忽然做出花油 其实我们和秘密关系统发 离开 已经很信任的 我们能有一个两把 如果还把人太多与兴压力 给有一种 那我们合着 我问一句话 是什么的 吗 并不可能的 你根本来说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宏仁波切的教言 我们《烦恼障》和《所持障》从三个方面来可以分析 首先从因方面来分析 根据《能源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依靠法治而产生的自作叫做《所持障》 然后依靠人我之而产生的这种自作叫做《烦恼障》 这是从因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从障碍它自己本体的角度来讲 就像《宝行论》里面讲的一样 三论自作性虚为所持障 灵当恶分被虚为烦恼障 有这么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依靠三论的自作而产生的恶性 这种叫做《所持障》 然后吝啬 贪心 诚心等等 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根本烦恼为素的这些障碍 叫做《烦恼障》 这是它从本体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从作用 第三个字从作用 从作用方面来讲 按照小乘里面只承认烦恼障碍 我们《俱舍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获得解脱 主要障碍的这种同类的恶性 叫做《烦恼障》 然后按照大乘阿提达摩的观点来讲 所谓的所持障碍 从作用方面来分的话 主要获得编制不过其障碍的 这种同类恶性分别念 也就是说分别念的这种习气 这样的习气叫做所持障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法 但是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就是烦恼障和所持障 凡是这样想获得成佛的人 解脱的人一定要修行空隙 因此我希望在座的人 真的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观修人物法物 当然具体的修法我们下面还在进行剖析的 所以在这样的殊胜道理 我们一定要平时地修 如果我们没有平时的修行 光是从理论上懂得的话 恐怕真正这种执着消除还是很困难的 但是看你修行没有 看你修的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你的神度也好 你的力度完全够的话 那最后你的心量是打开的 一定会是你什么样的事情会包容 一定会自己的这种原来的这种下隘的执着 很多渺小的这种空间 逐渐逐渐会扩大的 这是空性的力量 这是空性的位的 每个人肯定会有这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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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证悟空性的功德 然后没有证悟空性的过患 从两个方面来已经进行了剖析 我们很多人应该知道 所谓的空性真是佛陀教法里面的精华 不能随随便便驳斥它 如果想驳斥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空性确实是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种真相要是破的话 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从名言当中来讲 火的本性是热的 那这个要是破的话 看谁能破的 所以说我们以上所说的空性的道理 以上从内容上讲 从所说的意义上面讲 一切诸法的本体空性 就是大乘教法里面的内容 然后从文字上面来讲 从般若经典 包括中观的论典 这些就是属于空性法 这些空性法不应该随随便便都是 因为自己不能接受 或者自己的朋友和善知识的见解不如法 而导致人生起邪见就驳斥 这样的反驳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以后 在我们修行的路程当中 千万不要生起怀疑 如果你经常生起怀疑 恐怕生起邪见 生起邪见 有舍弃空性的这种危险性 你舍弃了空性 真的想获得解脱 就不可能的 龙猛菩萨在菩提心事当中 也说过 何人不是空性 心无解脱事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 认识到空性的要义 那这种人的心得到解脱的时间 绝对也不会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其实这个空性 真的是万法的正义 不管是法空也好 任我空 都是万法的正义 我们在《入宗论》当中 也是有了 说是 无我为独众 有人法分二 回忆到沙甸了 真的是 是 没想到 老众 是 老众 是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以前学的《根本慧论》当中也是说了 不能正光空 顿根则之海 如不善诸书和不善诸读舍 由这个比喻来说明过吧 所以说如果有些人把空性当作一个实有的东西 或者空性当中一切都没有了 包括名言当中也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理念全部消灭 那这样的见解其实是十分可怕的 因此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 或者说要认识这样的空性 一定要有一种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还是在行为当中也是经常会失败的 所以一旦我们真正是 依靠善知识的教会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善识 对空性法门有所认识的话 那到一定的时候 真的是对佛陀所讲到的 怎么样的妙法甘露 一定会是能接受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和畏空性 下面就是说 私有的执著 能产生痛苦 不管是什么样的执著 对人的执著 对财物的执著 对感情的执著 对什么样的执著呢 会产生非常大的痛苦 以前萨拉哈巴也说过 堪布丘教经常喜欢说 若生芝麻虚痛苦 若生芝麻虚实之 也生无边无极苦 所以如果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像芝麻一样的持有执著 它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痛苦 这个我们可能 亲身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可能知道 不管是你对哪一件事情 有所执著 在那个时候 你的心里面 非常的痛苦 但是如果某一个法 执著为是食有 这样会产生痛苦 产生痛苦的话 我们一定会是可怕 害怕 这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产生痛苦是任何一个众生 都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这是害怕 也是有道理的 也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证悟空性 证悟空性能熄灭一切痛苦 能熄灭一切痛苦的话 我们怎么会对他害怕呢 就是不应该害怕的 所以这是对 不管是小乘性人也好 世间人 世间人有时候都特别害怕 一切都是空性的话 我都接受不了 特别害怕 不要去听空性去 然后小乘根基的人 也会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 仔细想一想 一个世间当中 能我们自己的痛苦 包括三界轮回的所有的 非常难忍的这些痛苦 全部统统熄灭的话 那都是很高兴的事情 很快乐的事情 怎么会是你怕他呢 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真的大家都要了解 就是对私有的执着 对自他都不利的 如果没有私有的执着 真的是在生活当中 也是过得很快乐 即使自己的情人离开的时候 没有私有的执着 应该会心里很好说 很多人以前对你的情人也好 对地位 对感情色彩 就是什么这个社民 什么都就是特别的这种自作 一旦离开以后 好像不愿意活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现在世间上 很多日本的人 天天跳路自杀 就是把外面的这个事物 看得特别重就是 就是这个社民的生活表演 感谢观看 所以在很多修行 应该对中观的法力是真的很有意义 可是我们凡夫的愚者 经常修的是十有的法 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生死顺留法 与父长细心 我们生死这个法正前的是这个修习 为生修 为情树立 世故生不为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修逆流 也可以说是这种逆法 倒流的这种空性 顺着我们世间的十有法 每个人的修 修得非常不错 很成功的 然后空性法都没有修过 所以一听到空性之后 大家都害怕或者痛苦 其实不用害怕的 真正的空性 就是能消除我们痛苦的根源 所以说真的十有的这种执着 不仅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危害 甚至我们对有些十有的法 包括一些佛像或者一些观本尊的时候 就是没有观空性 这也是一种侮辱企图的 现在有些没有修过中观的 没有学过般若法门的话 对做一些功德或者自己的修行 特别地去执著 如果你特别地去执著 那你的修行也不会成功的 以前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也说过 若以舍见我 以音声求我 责任行邪斗 不能显入来的说法 大家应该清楚的 所以我们平时修行 一定要以空性来摄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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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